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前面几讲我们提到写论文的一个要点 就是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研究目标 在我们的引言中 我们一般需要论证我们研究目标的合理性 而这一论证通常要通过文献综述来完成 这一讲我们就来谈一谈 做好文献综述的两个基本要点 在这里我想先引用一下论语中的名句 学而不思则网思而不学则待 也就是说学而没有自己的思考 容易陷入迷信 学多了反而会无所适从 反之呢自顾自的思考 而不去借鉴前人的经验会耽误自己 想太多呢反而会陷入死角 我觉得用论语的这句话 来概括文献综述中的 两个基本点最合适了 这两个基本点就是在文献综述中 我们要做到第一要有所学 第二要有所思 有所学的意思就是在文献综述中 我们首先要展示我们对现有文献中 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所有知识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献综述要尽可能的包括 所有的相关的主要文献 如果我们在研究某一个问题 却在论文的论述中 也就是说不仅要包括与我们自己观点相符的文章 也要包括与自己观点不相符的文章 不能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对与自己观点不符的文章视而不见 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 这个就是文献综述的第一个基本点 有所学 这一点我想大多数的作者都不难做到 但是仅仅做到有所学是不够的 我们很应该做到第二个基本点 也就是有所思 如果我们仅仅做到有所学 而没有加上自己的思考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复述别人的观点 而不是在写我们自己的一容文 在文献综述中 我们真正应该做到的是 把我们从文献中学来的资料 作为论据来论证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里我们说有所思 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思考 第一个层次就是 我们首先要对我们所使用的所有文献 有一个基本的评判 我们要利用我们的critical thinking 判断我们所使用的文献 它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也就是validity和 reliability 有时候还需要判断它的优势 劣势和局限性 也就是strength和weakness 以及这个文献 它与我们所研究问题的相关程度和重要程度 也就是relevance和signic sense 这样做呢 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论述中 能够使用真正可靠和有效的论据 有所思的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对文献中的资料要做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进行归纳总结 发现规律 我们也可以把文献中的资料和某一个具体情况相结合 做出演绎分析 我们还可以通过素因分析提出自己的假说 我们可以通过找出不同文献资料中的共同点 发现规律 也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文献资料中的不同点 发现关键因子 把所有的文献资料放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找出研究的gap 从而发现研究机会 关于对文献资料的不同的分析方法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相谈 最后呢 我想再引用另一位古人的名言 南宋的陆九彦说 我住六金 六金住我 我们在写文文的时候 做文献中述 我们的宗旨最好是六金住我 而不是我住六金 因为我们写论文 本质是要生产新的知识 所以我们写文献中述的时候 最好是让六金为我所用 也就是说 我们要利用现有的文献 来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来服务 而不是单纯的总结和解释 现有的文献 阅读文献和写文献中述 通常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下讲呢 我们会来讲一讲 阅读文献的两个阶段 和每个阶段应该使用的不同的方法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有没有哪位同修或者师傅 愿意哪卖读呢 如果有同修我放到后面再说 好 好 恭请尊贵的方老师 好 尊贵的所长 中午吉祥 尊贵的易师傅 和各位大的师傅同修 中午吉祥 好 惭愧 我还没有开文档 好 我来分享 对 我这个文档 我的依赖惯了 惨贵 好 现在能看到吗 现在还不能 好 正在分享 好 现在可以了 易师傅 OK 如何写论文系列讲作物 文献中述的两个基本点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前面几讲呢 我们提到写论文的一个要点 就是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研究目标 在我们的语言中呢 我们一般需要认证 我们研究目标的合理性 应该是在我们的引言中呢 我们一般需要认证 我们研究目标的合理性 而这一认证 通常要通过文献中述来完成 这一讲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 做好文献中述的两个基本要点 在这里 我想引用一下 人语中的名言 学而不思则亡 思而不学则待 学而没有自己的思考 容易陷入迷信 学多了反而会无所适从 反之呢 只顾这个思考 而不去借鉴前人的经验 就会耽误自己 想太多了 反而会陷入死角 我觉得用能语的这句话 来概括文献中述中的两个基本点 最合适了 这两个基本点就是 在文献中述中 我们要做到 第一要有所学 第二要有所思 有所学的意思 就是在文献中述中 我们首先要展示 我们对现有文献中 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 密切相关的所有知识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文献中述 要尽可能的包括 所有的相关的主要文献 如果我们在研究某一个问题 却在论文的论述中 遗漏了与该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文献 那么在审稿人的眼中 我们的研究是不专业的 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homework 我们的研究没有建立在一个好的基础上 我们包括的文献 首先要全 其次 要新 也就是说 尽可能的包括 新进发表的相关文章 此外呢 还要客观 也就是说 不仅要包括 与我们自己观点相符的文章 也要包括 与自己观点不相符的文章 不能为了认证自己的观点 而对于自己观点不相符的文章 视而不见 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 这个呢 就是文献中书的第一个基本点 有所学 这一点呢 我想大多数的作者都不难做到 但是仅仅做到有所学是不够的 我们还应该做到第二个基本点 也就是有所思 如果我们仅仅做到有所学 而没有加上自己的思考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复述别人的观点 而不是在写我们自己的议论文 在文献中书中 我们真正应该做到的 是把我们从文献中学来的资料 作为认证 来认证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里呢 我们说有所思 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思考 第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首先要对我们所使用的所有文献 有一个基本的评判 我们要利用我们的critical thinking 判断我们所使用的文献 它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有就是validity和reliability 有时候呢 还需要判断它的优势 蔑视和局限性 也就是strengthing strength和weakless 以及这个文献 它与我们所研究问题相关程度和重要程度 以及这个文献 也就是relevance significance 这样做呢 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认述中 能够使用真正可靠和有效的认句 有所思的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们对文献中的资料 要做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 进行归纳总结 发现规律 我们也可以把文献当中的资料 和某一个具体情况相结合 做出演绎分析 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因分析 提出自己的 找出研究的缺口 提出自己的假说 我们可以通过 找出文献资料中的共同点 发现规律 也可以通过比较 不同文献资料中的不同点 发现关键因子 把所有的文献资料放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找出研究的gap 从而发现研究机会 关于对文献资料的不同的分析方法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谈 最后呢 我想再引用另一位古人的名言 南宋的陆九渊说 我注六金 六金注我 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做文献中枢 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宗旨 最好是六金注我 而不是我注六金 因为 我们写论文 本质是要生产新的知识 所以我们写文献中枢的时候 最好是让六金为我所用 也就说 我们要利用现有的文献 来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服务 而不是单纯的总结和解释 现有的文献 阅读文献和写文献中枢 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好 我读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现在放慢了 谢谢方老师 恭喜尊贵的宁诚老师 好 尊贵的主持人 一师傅好 尊贵的 各位同学们 大家中午好 来读一下 如何写论文 五分钟系列讲座 零五 写论文 文献综述的两个基本点 嗨 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前面几讲呢 我们提到了写论文的一个要点 就是首先要明知我们的研究目标 在我们的引言中呢 我们一般需要论证 我们研究目标的合理性 而这一论证 通常要通过文献综述来完成 这一讲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做好文献综述的两个基本要点 在这里 我想先引用一下 论语中的名句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也就是说 学 而没有自己的思考 容易陷入迷信 学多了反而会无所适从 反之呢 只顾自个思考 而不去借鉴前人 我刚才掉线了 我刚才掉线了 对不起 不知道读到哪了 我从前 是吧 好 我从前面一点开始吧 在这里 只顾 只顾这个思考 而不去借鉴前人的经验 好的 只顾自个思考 而不去借鉴前人的经验 会耽误自己 想太多了 反而会陷入死角 我觉得用论语的这句话 来概括文献宗述中的 两个基本点最合适了 这两个基本点 就是在文献宗述中 我们要做到 第一要有所学 第二要有所思 有所学的意思 就是在文献宗述中 我们首先要展示 我们对现有文献中 与我们所研究问题 密切相关的 所有知识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文献宗述 要尽可能的包括 所有相关的主要文献 如果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 却在论文的论述中 遗漏了与该问题 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文献 那么在审考人的眼中 我们的研究是不专业的 我们没有做好 我们的家庭作业 也就是Humwork 我们的研究 没有建立在一个好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文献 我们包括的文献 首先要全 其次要新 也就是尽可能的 包括新进发表的相关文献 此外呢 还要客观 也就是说 不仅要包括我们自己 与我们自己观点相符的文章 也要包括与自己观点 不相符的文章 不能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 而对于与自己观点不相符的文章 视而不见 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 这个就是文献宗术的第一个基本点 有所学 这一点呢 我想大多数的作者都不难做到 但是仅仅做到有所学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应该做到的是第二个基本点 也就是有所思 如果我们仅仅做到有所学 而没有加上自己的思考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重复 复述别人的观点 而不是在写我们自己的议论文 在文献宗术中 我们真正应该做到的是 把我们从文献中学来的资料 作为论据 来论证我们自己的观点 这里呢有所思呢 实际上是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思考 一个层次 就是首先要对我们所使用的文献资料 有一个基本的评判 我们要用我们的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判断我们所使用的文献 它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也就是validability 和lulisability 有的时候呢 还需要判断它的优势劣势和局限性 也就是stress和weakness 以及这个文献它与我们所研究问题的相关程度和重要程度 也就是relevance and significance 这样做呢 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讨论论述中 能够使用真正可靠和有效的论据 有所思的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们对文献中的资料 要做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来自不同文献中的资料 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规律 我们也可以把文献当中的资料 和某一个具体情况相结合 做出演绎分析 我们还可以通过素因分析 提出自己的假说 我们可以通过找出不同文献资料中的共同点来发现规律 也可以比较不同文献资料中的不同点来发现关键因子 把所有的文献资料放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找出研究的缺口gap 从而发现研究机会 关于对文献资料的不同分析方法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谈 最后呢 我想再引用一位古人的名言 南宋的陆九渊说 我住六经 六经住我 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做文献宗述 我们的宗旨最好就是 六经住我 而不是我住六经 因为我们写论文本质是要产生新的知识 所以我们写文献宗述的时候 最好是让六经为我所用 也就是说我们要利用现有的文献来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服务 而不是单纯的总结和解释现有的文献 文献宗述和写文献 阅读文献和写文献宗述 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面还漏了几一个承接的话 不过我当时没记下来 那我现在就放卖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放卖了 谢谢正规的音声老师 他体验没准备好 就是准备戳了 主要是准备戳了 今天不延后一些吗 开始完了 说了吧 我感觉每个人时间就很紧了 因为我是加心比心 因为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不喜欢老师拖躺 可能是我个人的想法吧 所以我这种时间很固定化的 所以我就喜欢 就是按时间来 当然如果有同学愿意拿卖 我还是可以愿意分享的 要不然是可以读一遍 是因为我前面多放了 就是搞错了吗 多放了一个视频 那好几分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所长 跟大家 特别是感谢所长 刚开始的提醒了 要不然我还是记得出啊 要不然文大叔 那也读昨天那个文大叔